平川说念经天天聊魔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是周一,昨天是周末 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路啊路见证了一个奇迹 当然我们魔兽争霸 也发生了很多精彩的事情 比如说Sky挑战 习俊宇加两个疯狂 能成功吗?我们拭目以待 首先看一下双方的 第一场教练阿地图选择的是 T2归岛 那这边还有一个小插曲 第一章第一次的话 其实徐静宇和Sky是在同一边 结果徐静宇由于这个电脑设置有问题 所以重开了一把 好,这次算是重开 地图呢是T2 徐静宇两个疯狂 一个疯狂在盖哥的隔壁 好,我们看看种族啊 徐静宇选择的是不死族 据说据说她自己说 她的VS曾经达到16级 VS能达到16 那可是非常的强大 好,她旁边是一家疯狂的兽族 盖哥这边的话旁边又是一家疯狂的兽族 那这一波的话是徐静宇一个亡灵 加上两个疯狂的兽族 好,盖哥这边的话 依然还是选择人组啊 ID叫Sky,我来了 诶,徐静宇的ID其实也很有意思啊 徐静宇的ID叫宝宝是条狗 嗯,这什么情况 诶,徐静宇的粉丝能否解释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啊 一个徐静宇加两个疯狂 打盖哥,看看盖哥能否突围成功 但是看TR这张地图有点难 说实话,打疯狂的电脑讲究的就是策略 各种牵制 但地图一旦想,你牵制起来不太方便 再加上还有一个VS曾经打到16G的徐静宇 操作可能会拉 但是大局观意识肯定很不错的 好,我们看看开局啊 徐静宇这边的话是仙造坟场 是一个慢蜘蛛流 哦,他这个蜘蛛还要选择去中间的酒馆买英雄 哇,完美弥补了这个慢科技蜘蛛流 是吧,英雄出来晚的情况 直接中立吧,可以 好,他选择的是小黑黑暗游侠 这边的话看看 好,疯狂电脑 一家选择的是牛头 另外一家选择的是剑圣 那双方的话,英雄都是走出了机坛啊 好,徐静宇的话是蜘蛛流 盖哥的话前期还是慢慢练及 盖哥开局打了一个价六的攻击之爪 好,这边的话盖哥第一时间侦察到 嘿,就知道你在这 那接下来盖哥估计要狂好徐老师了 来,盖哥的话先练 看看大老师要不要练到三 一般的话三级之后节奏会比较舒服 练完这个点,再练一个点 再练一两个小点,直接过来练 好,徐静宇这边的话首发黑暗游侠 一技能升骷髅剑 那前期的话练野怪可以打出很多骷髅出来啊 不得不错,徐静宇 哎,这个战术理解还是非常的不错啊 当然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就看看双方的低视角 哇,那个徐静宇的嘴巴是真能说啊 盖哥的话如果打魔兽的时候听他说话啊 至少实力将一半 应该把徐静宇给关闭了 不要听他说话啊 太能忽悠了 好,盖哥的话七四字练完 可以考虑开个矿啊 这张地图矿不太好开啊 主要是太小了 太小了 好,这个疯狂兽子也开始练及了 这个疯狂兽子也开始练及 这两家兽子居然是同一时间开始出门啊 好,看一下这边徐老师 打了一个敏加敏捷加三的鞋 来来来,继续练 盖哥的话这边练得贼快啊 一不小心练到三级 打了一个大无敌 接下来 刚才双方还稍微暂停了一下 接下来盖哥的话应该要狂好徐老师了 徐静宇终于是到了二级 打了一个鬼族头环 练到这边的话练了一个小点 影子封衣 健身还没有练及 这件事没事 来徐老师家看一看 看看有没有情况 好,盖哥来了,来了 第一时间直接进攻徐静 盖哥的战术应该是先把徐老师给干掉 然后再打两个电脑 看这个战术能否成功 上来福特曼的话拉了五个 五个福特曼直接杀你的农民 让你没钱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诶,徐静想围杀大法师 大法师被围在小角落 壁咚了,怎么办 好,二级水元素招出来 盖哥的话目标非常明确 直接点徐静怡的英雄 点小黑,好,大无敌一交 诶,我大法师非常的硬啊 这边看看徐老师的英雄怎么去保护 诶,小四神没怎么操作啊 死了一两个 好,这里想反杀大法师 但是大法师这个大无敌时间有点长 这里疯狂的点 诶,小黑有点扛不住了啊 好,这里秀了一把操作啊 一森雪,交个TP 交个TP之后盖哥还是不想走 好,还是要把对方的英雄给干掉 徐老师的英雄倒下 大法师,哎呀 这一波盖哥好像不赚啊 上来杀了对方一个英雄 但是自己的福特曼几乎死光了 诶,带走一个回去了 几乎死光了啊 疯狂电脑来救了一下徐老师 好,这里还有两个残血的福特曼 没有死光啊 带回来了三个,三个 但是这个状态相当的差啊 没有开矿 科技情况的话 盖哥奥北马上升好 徐老师,奥北已经好了啊 我们看一下 现在疯狂电脑暂时还没有去升本 两个疯狂几乎是同一时间行动 盖哥这一波拼得有点惨烈 虽然说杀了对方一个英雄啊 但是自己这一波部队损失也是有点大 接下来,呵,又不小心又碰见疯狂电脑了 这能练吗 疯狂电脑表示 我钱多,人多 来来来 这里不会是小为啥吧 盖哥的话,吓一跳 好,水元素挑逗一下赶紧撤 盖哥得找机会啊 勾引一下这边的电脑 不要让电脑来打自己 好,这家受阻也成功勾引过来了 一个水元素吸引了两家疯狂电脑 盖哥看一下对方有没有走 哎,这个对方没有上当 他们又回来了 盖哥心想 我想练这个点这么难吗 好,对方走开了 终于可以练了 练完这个点 到时候贴个慢聊补一补就舒服了 我们看看徐老师这边啊 好,黑暗游侠二技能暂时还没点 升到二级二技能暂时没点 买了一个水瓶 刚才回城已经交了 四个支柱 一个小黑 奥文已经好了 这边的话 看看要不要去买个二英雄 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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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到底啊 盖哥这一边的话 看看 哎呀,想开矿 结果被疯狂兽足 截足先登了 哎呦,这地图本来就不大 这疯狂猩猩猩猩猩 结果被电脑救战雀巢 好,这一波 徐俊宜要主动进攻了吗 买了个奥法纳家 这一波 这感觉 盖哥能打赢习俊宜吗 啊,盖哥的话 是奥法的一个山丘 现在电脑门上干 疯狂扫图 扫完图 估计就是找盖哥拼命了 哎,盖哥的大话是迷路了 被七级海归 疯狂输出 这边赶紧撤 习俊宜的话 在中间结兵 哎,干掉了盖哥的一个女巫 完了 习俊宜直接要起点输出了 盖哥的话 得找机会去反打一波吗 但是你去打 估计有电脑帮他守家 不太好打 大法师身上暂时没有TP 好 徐老师直接主动进攻盖哥 盖哥家里 哎,没有塔啊 没有塔 至少没有升级 好,民兵敲出来 我们看看能够来一个前后夹击 民兵一敲 这边的话 习俊宜在疯狂操作 嘿,这个阵型控制的很完美啊 集火一下 一个民兵倒下 站几个骷髅 盖哥的话 直接后面夹击 前后夹击 这一波 两个人一为一 打得有点凶啊 哎,这边 黑暗游侠 黑暗游侠 身上有个血瓶可以吃掉 好,血瓶直接吃 杀一球又一锤 盖哥这一波也是 擒贼先擒王啊 直接杀英雄 每一次见面 几乎都是先拿小黑开刀 来来来 这里疯狂操作 山球一个锤 呼 这边女巫 手动控一下 减个素 一刀 A掉 好 黑暗游侠倒下 哎,那家好像也能杀掉 完了 这一波 习君与感觉两个英雄都要阵亡 好 小农民一起参与为杀 一波杀完两个英雄 那这一波的话 杀完之后 这边可以考虑 中间去直接去买活吧 这边盖哥一看 还想继续 随杀一下徐老师的蜘蛛 蜘蛛躲在塔后面 要点塔吗 打一下塔 完了 兽足也来了 疯狂电脑来了 盖哥要赶紧走赶紧走 杀完一个蜘蛛 还有三个蜘蛛 哎,这电脑怎么又走了 好,另外一家电脑也来了 这两家疯狂 你上 两个人一直在签心 要不你上吧 要不你上吧 习君与表示 我都快没了 你俩赶紧上 好,大法师的话 赶紧走赶紧走 哇,这个疯狂受罪一来 太恐怖了 盖哥现在的话 是大法师赶紧撤 山丘绕了一圈 也回家 这一波 感觉要被疯狂电脑给逼动了 嗯嗯 这两电脑说 心想 你们两个人 是吧 整了半天 没我们什么事 现在轮到我们上场了 好,盖哥想通过 把这个电脑调度出去 但这个电脑好像明显不上当啊 嗯 不应该是打一下电脑 就跟着我走了吗 结果电脑还想去拆这边建筑 好,盖哥的话 哎,杀一个大劲 但是你敢杀他的兵 受阻电脑的话 表示我要复仇 好,又一个锤 这一波的话 盖哥单挑一个疯狂电脑 哎,盖哥 单挑一个疯狂电脑 还是一个啊 另外一个还没有来 那这一波疯狂 已经把盖哥搞得很难受了啊 没办法 前期 强杀徐静 搞得有点难受 好 现在两个二级大水源 输出有点高 牛头 一个波 哇,这 投石车 三滴血 没有死 盖哥直接逼动了 哎呦 这算地图太小了 山丘 直接门口交过TP 这个疯狂电脑 怎么那么凶啊 两个大水源 这不还要强拆吗 卡住这个位置 好,牛头 一个冲击波 三级牛头 确实有点凶啊 先知的话 现在是二级 好 习近义过来复仇了 小黑复活成功 来来来 但是这个口子好像进不去 进不去怎么办呢 习近义只能干瞪眼 好 你们再看 习近义在干嘛 他在杀电脑的兵 一边杀电脑 一边干盖哥 说盖哥 我要我帮忙吗 当时大家看了 第一视角的话 相当有趣啊 这边的话 习近义已经开始杀电脑了 但是电脑完全不管习近 直接把盖哥往死里揍 盖哥大法师 已经走到小角落了 甚至还有个血瓶 我先知一点 盖哥直接打出奇迹 我们恭喜两个疯狂 加上一个习近义啊 第一场击败了盖哥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